大家聽得清楚嗎? 各方面 首先歡迎這麼多傳媒界的朋友 我們今天是五位法律界的朋友 都熟悉普通法、國際法 和人權的法律 今天就著華為現任董事長 孟晚舟女士 而她在加拿大被捕的一事發表意見 首先大家都帶了自己的特別行政區護照 我們先拿出來 給大家拍一張照片 大家一起站起來 有幾本的就先拿幾本 只是特區護照 我也有三本 特區護照 三本有兩本是剪了一個角 裏面其實每一本裏 可能有些Visa都還是有效的 這本是最新的 我們帶來 首先我們以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律師 和法律界的人士的身份 去表達我們的意見 因為孟女士她是持特區護照 過境加拿大被捕的 我們認為我們作為特區熟悉普通法 熟悉國際法的法律界的朋友 是應該高度關注事件 因為今天可以發生在孟女士身上的事情 亦都隨時可以發生在其他持特區護照 過境 在這些普通法 我們認為一直不會出現這些問題的 國家裏面出現 我們現在先拍一張照片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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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在哪邊 是 右邊這邊 這個 好 這邊 謝謝 好 中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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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就用護照來做起步點 我相信近日我們看報紙 見到好像是加拿大或者其他有些 控方那邊好像漏出來說 它有很多本護照 接著就是 我們亦都聽到政府的解釋 我估計 就應該跟我們現在的情況都是類近的 其實它是展了兩個角 我想香港人如果出門得多 隨時是手上有幾本護照 所以這個我認為 在這一方面都要進行攻擊 就是一種對於國籍法 和對於這些關於護照的情況 是無知的表現才會覺得這是一個問題 好 接著就是我們特別想說 就是因為這件事發生在加拿大 加拿大是一個普通法的國家 香港亦都是沿用普通法 所以我們必須要以普通法的角度去分析這件事 而因為事件亦都牽涉到多個國家的關係 所以它亦都牽涉到國際法 我自己近日亦都收到不少海外的朋友 特別是華人的朋友 其實他們都打電話來問 因為他們可能跟我們相熟一些 為什麼這件事可以這樣發生呢 那個問題似乎又不在加拿大 它的行為 它又不是加拿大國籍的人 加拿大就幫美國出手抓人 究竟在國際法和普通法這樣 是否合理合法呢 首先說國籍法 國籍法如果一個人你持特區護照去入境 包括我們香港或者內地 其實你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 你持哪個護照入 他是持特區護照過境的 所以加拿大去對待它 應該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公民 即是中國公民 而又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永久性居民 這個身份去處理它的問題 現在牽涉到什麼問題呢 我們自己都研究了幾天 問女士究竟她做了什麼 那個行為地在哪裡 究竟她在哪個地方犯了法 犯了哪個地方的法 在中國包括香港境內 這些行為是否犯法呢 這些是很重要的基本法律問題 因為有些國家實行域外法權 其實包括中國 有些罪行都是域外法權的 域外法權 通常就是一個國家 它自己對待它自己國家的公民 而那個公民是犯了它的國家 認為是罪行 走了去外國 而這個第三國 又和這個國家 是有雙邊協議 重要這個罪行 又在那個第三國 都是犯法 這樣才構成有機會引渡的 就不會說這個第三國 它抓了另一個國家的公民 去代替另一個國家 這些呢 就是我們認為都幾匪夷所思的 這是第一點 域外法權有 法國也有 它只是對待它自己法國公民是這樣 好像史諾登 史諾登是美國公民 它表面上 說是不誠實使用電腦 但是大家都知道 它洩露了美國的國家機民 它作為美國的公民 美國就可以全球去通緝它 還要不是每個國家有責任 將這個人給美國 要和美國 大家都認為這是犯罪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又要看看萬女士的個案 又如何呢 萬女士的個案表面上 就好像是一個商業的案件 因為你要捉那個人的時候 肯定要把它放下 好像史諾登都是不誠實使用電腦 但實際上大家都知道 包括美國總統自己 間中都表達了 其實真正的原因 其實真正的原因 就是它認為 萬女士的機構公司 華為 可能是涉及跟伊朗有商業交易 而這些行為對於美國來說 是違反了美國禁運伊朗設備的法規 這個是美國國內的法律 並不是國際法 好了 這個事件的性質其實是怎樣呢 其實事件的性質 就是美國立這條例 很明顯是牽涉到 美國和伊朗自己的外交關係破裂 但是今天 加拿大就插進來 加拿大就抓了萬女士 一個中國公民 其實香港是涉及在裏面的 香港不可以置身事外 因為它拿的是特區護照 好了 加拿大又涉及 中國又涉及 形成起碼四個國家 五個區分 如果連香港的關係 裏面有四個國家的外交關係 但是形成非常緊張 一個中國的香港人 持特區護照 他想有什麼權利呢 在香港的普通法 香港我們說普通法 香港是行為地法 即是行為要在香港 我們的司法管轄區裏面 作出 而又是違反了我們的刑事法律 那才有管轄權 大家記得 有個香港人去了台灣 涉嫌可能是殺人 我們香港也沒有辦法去檢控 香港人其實是很習慣 一個法治的社會 是沒有想過你在另一個地方 是沒有犯他的法律 竟然是有第三國要求去逮捕 我想這些對於很多香港人來說 其實都是很震驚 特別發生在加拿大 美國其實提出這個禁運 他其實有一個觸發點 我們從外人去看 就是他們現任的總統 就在2018年5月8日 單方面宣佈了退出那個核協議 其實我看回美國自己的國內 都有很多評論員說 這些舉止可能都違反國際法的 退出那個核協議 但是無論如何 這個是他們國家自己決定的問題 不過他的確把伊朗的禁運 就是要升到他最高的經濟制裁 分兩個階段去做的 一個是2018年5月8日 和2018年11月5日 他就刊登這些禁運的政策 好了 現在涉及的機構 就算他們指稱的子公司 其實是香港公司 那個拘捕的人 以往其實美國自己都有機構 某些大型的金融機構 都被美國政府指責過 最後是罰款的 是沒有拘捕人的 而且那個是他們美國的基礎機構 又譬如 其實2016年 他們其實美國都試過 是無端端的 不是無端端的 指責中國一間公司 在遼寧的 就說他們為何要和北韓 有一個貿易的關係 當然 因為人們在中國裏面 就沒有辦法去採取任何行動 不過 美國法 是不是等同國際法呢 答案一定是否定的 因為不同的國家 它一定有不同的國法 而且各個國家 他看的國家安全 可能是相對的 對你的國家好 對他的國家就不好的了 如果全部人都用美國 這一種的方式去看 每一個其他國家的公民 在世界不同國家的行為 我想國際上會變得很危險 其實大家都批評過 他們用那些叫做長臂 長臂管核 這個就變成了自己的法律 全世界他扭利 無理你這個國家 有沒有跟他簽約 他都說你有關的 這件事是很危險的 我覺得這個 為何我們都認為要指出來 原因就是我們覺得 發生在加拿大 加拿大一向是標榜 維護人權和法治 而我們一直 其實我們自己的法律界 的朋友大家 直到這件事之前 我們覺得加拿大 是真的這一方面 一向都是很馳名的 包括賴昌聲去了加拿大 是吧 他因為基於國際慣例 有兩個原則 一個就是政治犯不引渡 一個就是可能判死刑的人不引渡 他就堅持 直到他要符合這兩個原則 不是各個國家是這樣的 孟女士 去到一萬步 當然我也不知道她是哪個國家的政治犯 因為她在中國 她沒有犯中國的法律 她也沒有犯香港的法律 何來是政治犯 又不是香港和中國 要向加拿大要人 是吧 美國來說 她有政治犯 大家已經看到 就是無理的了 即使是這樣 那麼加拿大 其實這些很明顯是政治和外交的角力 就更加沒有理由 將它引渡去美國 這是違反了加拿大 還有有一系列這些國家 這個不引渡原則 首要原則 當日我也記得我自己發表意見關於史洛登 其實他是政治的 政治罪犯 所以其實通常第三國對於這些 她是不顯反的 大家這些例子有很多 我都不需要重複 不過呢 今天我們看到 萬女士被捕當日的場面 是令我們在座五個非常震驚的 就是她是帶手腳 我覺得這一個呢 在普通法的無罪推斷原則 還有國際人權聲明 那裡 待會他們幾位會再詳細說 完全是違反的 是侮辱一個人格 還有呢 以前加拿大整天 那些人都是批評人權律師 最喜歡批評的了 就是為什麼你是無罪推斷 那些人馬上就帶手腳扣 那這個呢 待會有機會我們會再作補充 所以這些場面呢 發生在加拿大的身上 就是我們認為呢 第一 她其實呢 沒有觸犯到 加拿大、美國 跟她有什麼關係 沒有觸犯到本國的罪 第二 這個屬不屬於非法禁錮 根本就無理去抓了第三國的人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呢 我們再三呼籲 我們呢 是很希望很希望 加拿大呢 她是能夠盡快修正她自己錯誤的做法 是讓萬女士呢 是盡快可以回國 去挽回呢 因為這件事 加拿大的維護人權和法治這個形象呢 是已經大大受損 那我們呢 我就開始了我的發言到這裏 待會我們會再作補充的 那接著呢 我就請一下何君堯議員 是發表意見的 他們說可以聽到的 謝謝 歡迎各位傳媒 今天出席我們這個記者招待會 我本人呢 就對孟晚舟女士這個個案呢 都有 少少研究 但是從 新聞裏面 和公佈報道裏面所得的資料呢 加拿大執法當局呢 是依賴 也都倚仗了美國方面提供的某些資料和情報呢 來將它拘捕 而涉嫌的案件是有些叫做欺詐成分 但是這個欺詐成分是涉及到些甚麼最終的背景呢 剛才梁美芬博士已經講到 就是這個美國和伊朗之間的禁令的問題 也都很清楚一件事就是 無論怎樣也好 作為一個執法機構 受託於他國的要求 來作出這些拘捕行動 甚至乎日後的那個引渡呢 必須是嚴謹的 要符合這個法律基本的要求 首先是一定要講明 那個有關的罪行是甚麼呢 而那個適用性的法例是哪裏呢 那似乎按照現時的報道呢 這些是一一都欠逢 而令人家感覺到很惆悵的就是 作為一個普通法的國家 加拿大 向來也是以人權 捍衛人權建稱的一個自由地 為何會在這方面做的事這麼粗濫 和這麼不嚴謹呢 形同好像美國的第五十一個 五十一個州份 是一個附庸國都不如 所以在這方面來說 令人感到非常之遺憾 我自己本人也是極度失望 當然也是考慮到有關提出的那個 罪行的罪名的那個要求方面來說 必須要說明但現在都未能夠說清楚 Put it to the highest case 就是最高的都是一個叫商業的欺詐 為何會對待一個涉嫌人士 涉嫌犯而做出一個完全和那個 所提出的指控是不成正比的對待呢 這個也是發人心醒的 我們今天不是見到窮兇極惡 不是一些國際的恐怖分子 或者會造成一個大殺傷 或者對社區或者是社會有極度危險 有威脅性的人士 你看到孟女士是一個非常之 隨和 表面上看起來完全沒有任何殺傷力的一位女士 還是在一個國際聲譽甚高甚濃 全世界第二大參與 電訊業務的公司 市值過萬億 所以竟然可以這麼粗濫 這麼魯莽 是聽除了美國方面 一個這麼不完全面的一個要求 情況下就將它拘捕 就算是有所要求 都不應該要用這樣的待遇 所以剛才也已經提到 這個世界人權宣言裡面 第五條和第九條不能夠 作一種侮辱性的對待 也都不應該有任何的苛代 所以也都根據第九條 不能夠作任意的拘捕和監禁 我相信作為加拿大是一個世界人權宣言的國家 它沒有理由不知道有關這一方面的要求 而偏偏就在今次十月一號 對孟女士的所作出的拘捕和所作出的對待 是完全脫離一般常軌的 我講的就是 也是建基於剛才或者現在已經所講的事實 更加可笑的就是 在報導當中裡面 有意或無意地提出一件事 孟女士似乎違反了某些入境的規定 因為她持有的護照是超過一本 甚至乎有七本那麼多 在這件事方面講 昨天我們特區政府特首林鄭月娥女士 一般情況下都不會作一個個別案件所作評論 但是這件事是非尋常 如果不加以立刻做澄清的時候 可能會導致其他香港的居民都會受到類似的麻煩 我自己本人也有兩本的護照 一本就是BNO 這個九七之前發出的也都有權繼續可以續證 但是一直以來我都沒有用它 這個是有效的旅行證件 另一本就是特區護照 我已經在用特區護照很多年了 其中有一本呢 這本已經是用過期 我也持有在這裡作紀念 這本是輕輕展規 這本已經作費 這本是輕輕展規的原因 我有一個美國的簽證 那個美國的Visa Entry Visa 是仍然有效 當我拿這個新的證件的時候 兩個如果我要去美國的話 一起我會呈遞出去 尤其是美國有關當局 他會看我這個舊證的Number 還是看我的新證的Number 這個就是由他自己去判斷 但是我所持有的有效證件 就是這個新的證件 而舊的Visa 仍然有效的 就在舊的Passport上面 試想一下 竟然可以說 對孟女士的逮捕 可以說叫做欲駕之罪 何患無辭 也都在這裡來講 鑑操都是 連一些根本對一般入境 還有持有國際 旅行護照的 有認知的人 不要說政府當局了 都會明白 如果說持有幾多個護照 根本不是一個問題 是持有幾多個同時有效護照 而是同一個國家或者國度或者管轄區裡面 有雙重身份那些就可能會有問題 但現在不是說雙重國籍的問題 所以有些人在香港有幾個國籍 連這一件事都可以拿出來講 證明他們的那個case很單薄 我在這裡就不作詳細的評論 我相信也都 孟女士她的那個律師團隊 必定會跟她去力爭到底 而唯一是覺得令人恥冷的 就是加拿大有關當局的 她那個起步點 連基本上的那個原則 和那個理念 都是缺乏情況下 進行這種拘捕 有為這個世界人權宣言 是第九條的 多謝 接下來就是 傅建慈博士 好 謝謝 各位傳媒朋友 下午好 對於孟女士這個案件 我感到很難過 她亦都是無辜在加拿大 找了差不多11日至12日 亦都在加拿大的聽證會 她的檢察官表示 華為涉嫌 就是有片金融機構 進行違反美國對伊朗制裁的交易 這個罪名是美國自己一個國內法 一個domestic law 美國那個長臂管轄權 他自己本身 他州與州之間都不是直通車的 亦都看回 他這個 今次對 曼曼洲的指控 或者華為 他是損害了公平競爭 和實質正義的傳統觀念 Fair-paid and substantial justice concept 亦都 好多全世界的國家 都是批評美國 這個長臂的主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亦都是反對 任何國家 根據國內法 對中方實體 或者個人實施 長臂的管轄 亦都在普通法下 有一個叫做無罪的假設 被深信諾依順 一個人 如果他未經過法庭定罪 他都是假設他沒有罪的司法原則 在這個原則下 控方是要扶上舉證責任 要去證明到 在毫無合理疑點之下 被告是有罪的 這個無罪假設 就是增加了執法人員 他搜證和檢察官 將罪犯定罪的難度 但這個原則 就可以避免傷害無辜 或者造成冤獄 是保護被告享有最基本的人權 和鞏固法治的重要原則 如果你是說華為涉嫌違法 你除非有強力的證據 證明到孟晚舟直接參與犯法 否則 你就應該 控告 華為的法人代表 而不是控告華為的首席財務官 在扣話期間 萬女士受到不人道的對待 造成了很多方面的傷害 她本身也是患有高血壓 和睡眠症 她在今年的五月份 做過一個前線的手術 還在康復期間 她在扣留期間 她根本缺乏了適當的醫療照顧 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壓力和陰影 影響了她的睡眠質素 損害了她的身心和健康 大家亦都看到 她被壓上法庭時 被扣上手扣和腳尿 去到一個加拿大 是境界最高的法院 由大批 河湘實彈的警衛 壓解的 她只是涉嫌經濟犯罪 不是涉嫌干犯一些 嚴重的罪行 或者是嚴重暴力的罪行 是否需要對一個 弱質纖纖的女人 去添加這個腳尿 她這個動作 她明顯要在大庭廣眾之下 貶損萬女士的人格 侵犯她的尊嚴 還有 有人發放不利的消息 造成不公義 有消息指 萬女士擁有三本 香港特區護照 引渡外界以為 她使用不正當的方法 獲得香港特區護照 恨好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 澄清了 萬女士 每次領取這個特區護照 都符合了特區的做法 和入境的政策 在任何一個時間內 她只擁有 一本有效的香港特區護照 這件事 亦都很清晰地 釋除了公眾的疑慮 萬萬周 女士提出的保釋條件 是非常合理和充分 待會我同事會和大家去高呼 美國和加拿大 自己本身簽訂了引渡協議 第二 在這個引渡協議裡 被引渡的人涉嫌的罪行 必須是美國和加拿大兩個國家 坤認定是犯罪的行為 這個原則 我們稱它為雙重犯罪 Due Communality 如果被引渡人的行為 在加拿大不構成犯罪 這個引渡就不能進行 究竟萬萬周在加拿大有沒有犯法 這個亦都是本案一個爭議的焦點 加拿大它自己本身 亦都有針對伊朗的制裁政策 但是違反制裁 是否觸犯刑事法呢 違反了伊朗制裁 是否美加引渡條例覆蓋的罪名之一 在加拿大的法律 現在美國亦嘗試以涉嫌相互詐欺騙罪 而是浪費了 不是違反了伊朗制裁 要求引渡的原因 這樣對萬女士的指控 是否公平公正 中美貿易優戰90天 雙方都能夠務實協商去解決問題 但貪明是很巧合的 那天12月1號 在談的時間 萬女士被人在轉機的時間 被拘捕了 事態是很不尋常 亦都加拿大 是沒有按照慣常的做法 去知會通知中國外交部 那中國外交部呢 亦都是先後召見加拿大 和美國的大使館 提出人力的抗議 那如果加拿大 他不釋放孟晚舟 就必造成嚴重後果 那另外呢 中國的外交部長王毅也都強調 中方絕對是不會坐視不管 將全力維護中國公民的合法權利 還世界一份公道正義 對於加拿大今次 處理萬馬州女士的手法 我是覺得很難過失望和遺憾 加拿大一向都是出了名 是有人權、法治、自由 但偏偏這次呢 就不是的 亦都大家有留意到 在昨日的傳媒 美國總統特朗普 就接受這個路透社的訪問 他講明呢 如果是關乎美國 國家安全和有利中美貿易的 他會介入萬萬洲的案件 我聽到之後呢 我覺得十分震驚 在普通法的國家 特別是英美法系 我們一直都是奉行了三權分立 行政、立法、司法 是分開的原則 行政是絕對不能夠干預書法 確保司法獨立 如果萬萬洲被引導到美國 相信他不能夠得到一個公平的審訊 因此呢 加拿大就應該根據國際公約的規定 和慣常做法 拒絕美國引渡萬萬洲的申請 我亦都強烈要求 加拿大應該立即釋放萬萬洲 以彰顯法治、人權和公義 多謝大家 好 接著是Stanley Stanley Stanley 退 你跟他調位 我們退 你用文章等 Thank you,Stanley 是的 好,各位傳媒的朋友 我作為一個經常要出入法庭處理刑事案的律師 我看到加拿大當局處理孟女士 這件事裏面對待她的手法 我是覺得忽然之震驚 我是完全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竟然是一個奉行普通法 一向都是很尊崇人權法治的一個西方國家 會這樣對待一個被捕人師 至於加拿大當局 究竟有沒有法律基礎去逮捕孟女士 剛才幾位律師和法律學者都說過 我不再沉醉了 但我純粹看到孟女士 被扣上手扣、鎖上腳臉 在一個極度保安戒備的情況下 來押送她 對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女子來說 本身是一間很大的公司高層行政人員 這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很大的侮辱 我們自己都看到在香港 如果傳媒的朋友經常有去法庭採訪 我們香港的犯了嚴重刑事罪案的犯人 在犯人欄裏面 即是她在懲教署的機樓室 帶上法庭 放在犯人欄裏面 他們都沒有扣上手扣 我相信在很極端的情況下 才會這樣做 假如這個犯人有很明顯 嚴重暴力的傾向 她干犯的可能是一些 用槍械、彈藥、炸藥 去干犯嚴重罪行的罪案 她有傷害自己的意圖 才會有可能用這些措施 把她的行動自由來限制 我們看到這件事 可以這樣說 是加拿大當局對待孟女士 是不合比例的 用武力的絕對過渡 再加上 一般我們在普通法的國家裏面 都會講 剛才有我們的律師和法律學者有講過 就是無盡無罪推斷 你未證明一個人有罪之前 你都要對他有應有的 一種暫罪人權的角度 來對待他 但是這次看到就並不是 因為我們經常在香港都會講 你有表面證據 有合理的懷疑 他犯了一個很嚴重的罪行 你才是不讓他保釋 扣押 扣押的過程都不會用到 現在孟女士被人對待那種手法 加拿大當局 我可以這樣說 今次所做的一些舉動 使得我掉了眼鏡 我在此很想跟大家說 這件事 加拿大政府絕對是做錯的 他沒有一樣是做得對的 我相信大家 只要拭目以待 我相信過多兩三個月後 這件事你們會看到的發展 就是證明我們今天在座 我們幾位說的話 是絕對是正確的 是有合理的法律 和一些國際的慣例去支持我們這個講法 多謝 多謝Stanley 接著是丁王 丁王過來 和丁王換一換位 這裡 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 我略略想跟大家說三點 第一點 第一點 孟女士昨天釋放的時候 她出了一個釋放的聲明書 一句說話 孟女士近期在被加拿大當局 代表美國政府 暫時扣留 這個很重要 各位記者朋友 我們是有一個叫 Double Passive Voice 就是被代表政府被拘留 要記得是Double Passive Voice 剛才我們的君堯興都很清晰地說過 就是在普通法裏面 如果你要拘捕的話 那個拘捕的警員 他是有一個叫做法定的責任 他是要宣佈他的私疑被告人士 他所犯的刑事罪行的名 然後他要進行一個合法的拘捕 我們看看 在消息傳來 那個控罪 是叫做 Conspiracy to Default Multipl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如果他Declare這個罪行的話 他是要說什麼呢 英文叫 on behalf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onspiracy to Default 如果在這個層面 一個合法的拘留 有沒有on behalf 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那條法律是寫明的 A arresting officer 不是arresting on behalf 這件事大家 不是說偶聞著智 而是法律上寫明的 如果在這個情況下 如果你的拘捕是不合法的話 你基本上 整個證據鏈 Chain of Evidence 是斷了的了 斷了之後 根本沒有法律的基礎 再說什麼叫做合法的 遣散去美國 大家這件事要記住 說完第一點 我再說第二點 各位在場的記者 都很資深 整天都跑法庭 法官在考慮保釋的時候 他是很難的 為什麼呢 他在一邊要想一個叫做 無罪假設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我們大家同事 剛才也有說過 另外一點就是 看回那個 suspect 他有沒有機會 逃跑的 the chance of absconding 如果看看 我們現在再看回 那個孟女士 他成功拿到保釋的時候 十六點 淋淋種種十六點 有一點就看回 他不單單要自己給錢 就給那些保安 還有要電子手 靠電子腳療 電子腳療也好一點 我們看回之前 我的同事說過 就是在那個叫什麼 在那個拘捕的時候 是有那些犯人的腳療 那我們再看回那個 保釋的期間 發生了什麼事 在那個法庭裏面 法官是質疑 質疑這個犯女士的 的丈夫的 那個加拿大身份 原因就是那個丈夫 就在 2009年的2月 他已經 旅遊簽證 已經到期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是一個旅遊身份 這個身份 不足以做一個 叫做保釋 擔保人 在後期發展的時候 那時候 終於批出來的 就是法庭 認可五個人 而他的 孟女士的 丈夫是 五位保釋人的 其中一位 這件事大家很清晰 要看回 是前言不對後嘴 這件事可圈可點 還有有消息說 就說孟女士十歲的女兒 都要趕回加拿大去居住 那整套所謂的 圓的 所謂是 跟法庭裏面 就是 法庭裏面 法庭裏面 我們有 足夠資料 去質疑 會不會 做成了孟女士整加人 這件事上的人知 不可以離開加拿大 第二點結束後,很快就看第三點 因為Bail Application本身是一個很簡單的程序 法官的責任,很重 結束後,我們要看下一次的審訊 就叫做 Substantive Hearing 那時候是要有證有據去呈堂 問法官,何去何從 有一點,我想記者也要留意 就是說,因為 Substantive Hearing 是有兩個方式的 一個叫做 Hearing in Chamber Close to the Public 如果是這樣的話,公眾不可以探聽到 法庭 Substantive Hearing的時候 會發生任何事 另一個方式就是Open Court 所有大家的同事 在加拿大的同事都很有權去聽 但我會思議,因為未發生 我會思議,這兩個可能性 就有自然不同的一些結果出來 因為我們要看那條控罪 那條控罪是叫做 Conspiracy to Default Financial Institution 這是商業上的問題 有刑事的元素在這裡,但它是商業的 剛才梁教授也說過 很多時候是罰錢的 另外一點,想跟大家說回 就是今次,因為是普通法裏面 其中一個,是有很多國家 牽涉到的一個叫保釋申請 如果這個結束之後,就成為一個案例 這個案例,以後如果有什麼事發生的話 都有參照的價值 我們會覺得,這個所謂的正在形成的 這個案例,是一個價值非常之低的 一個案例 因為剛才我們梁教授、君堯興 各位同事都說了 疑點重重,是令到別人 低下眼鏡,地上都是玻璃的 好,我可以說這麼多,謝謝 謝謝 首先,很感謝我法律界的朋友 給我講一個結論 剛才他們說的那個 無罪推斷 就是在國際人權宣言裡的 第十一條是很清楚的 而人格和不受侮辱 在國際人權宣言的第五、第六條是很清楚的 而當我看到當日逮捕的場面裡面 萬女士是有腳療和手扣 我立刻就記得1993年 我自己是處理過一個案件 叫做深圳智麗大火案 可能有些香港的傳媒都記得 是一個港商在深圳遇到一個很重大的大火 而變成刑事的案件 當時那個法院 地區法院 就是這位盧超全先生出來受審的時候 腳就是整住那些犯人的腳扣 1993年 二十幾年前 香港人歪言 國際社會歪言 這個案件是我去跟進的 我是主要的法律顧問 後來有三百多家外國企業 和香港、馬來西亞 全部要回到深圳去旁聽 然後呢 內地在我們的推動和建議下 其實他們已經逐步也接受這個無罪推斷 至少很多法庭 但特別有一件事你注意到 幾年之後包括張子強 有一個叫大富豪 他綁架了我們香港的富翁的兒子 他未到判罪都沒有藍腳 其實當時大家海外的普通法的 我們很多西方的法律界朋友 都是有份推動 今天發生在加拿大的事 很坦白說 我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我是非常失望和震驚 第二我們呼籲加拿大 臨艾勒馬 我們希望加拿大當局 臨艾勒馬 盡快妥善處理這件事 讓孟女士盡快回國 是彰顯他們一直以來的人權法治的精神 特別加拿大的法院 千萬不要變成美國政治的工具 因為這個影響的 真的不僅僅是這個個案那麼簡單 而是令到很多人對於加拿大的司法 執法和法治 是很大的折扣 甚至如果這件事發展下去是不理想的 真的令到他們法治人權這個招牌是破產的 所以我們真的誠意 衷心呼籲加拿大 要臨艾勒馬妥善 儘快去處理好外交的關係 在法治方面儘快 儘快彰顯他們一直以來的 處事的法院的公正 在這裏就是我們 已經說了我們想發表的意見 或者看看你們會不會 有些甚麼想問 傳媒界的朋友 哪份報紙說一說 發布公司 有些証言 發布公司 if you think that is overreacting first of all, let me reply to the passport issue in fact, it is not unusual for a Hong Kong terminal resident holding SAR passport to have more than one passport at hand usually, we will have some other visas which may stick in our old passport and then we have to bring all these passports together when we travel especially for frequent travellers this is not uncommon so it's common knowledge and actually it is quite laughable for us to hear that someone raise it as an issue in particular if it is raised by a government secondly concerning the arrest of Ms Meng as well as the extradition request by the United States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upon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we find it very amazing that under common law first of all common law in Canada should be the same principles like Hong Kong common laws we firmly adhere to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those ill treatment upon arresting Ms Meng is totally unacceptable it is against Article 11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that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as well as dignity should be given to a particular individual Article 5 and Article 6 of the same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that Canada is also upholding firmly should know very well secondly Ms Meng is a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assport I repeat secondly Ms Meng is holding an SAR passport under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he is a Chinese citizen when she transits through Canada in this regard a foreign government cannot arrest a citizen of a third country the act of that third country the citizen doesn't belong to United States nor Canada and the same act does not amount to a crime in China as well as in Hong Kong if for those countries who request to get back the person should be China or Hong Kong but the person Ms Meng does not breach any law in China and Hong Kong so now the United States is applying their domestic law to the citizens of every other country worldwide this does not only relate to Iran and US diplomatic relations it also relates to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Canada and Canada should be extremely cautious and fair in dealing with this kind of unreasonable request in fact in 2018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lso made some comment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that in fact they also abridged a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such as withdrawing from the nuclear treaty about Iran unilaterally etc so the whole act seems to us is breaching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breaching international treaty as well as breaching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common law we were astonished to see the arrest happened in Canada Canada should not arrest a Chinese citizen for the sake of a domestic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is completely against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moreover although superficially the case seemed to be related to a financial or commercial offence but in its effect it's very much like the Snowden case the Snowden case apparently someone claimed it is misuse of computers but in fact it relates to political offences political act so I think Ms. Munch being arrested obviously from what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officials have said as well as from all this news and information disclosed it is related to the prohibition the sanction against Iran b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omestic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but China does not follow the same practice so how can American government apply this law to a third country citizen and it is not complying the rule of law it's not complying common law it is not applying international law we call for Canadian government and also the Canadian authorities to immediately release Ms. Munch in order to uphold their image that they have built for a long time on rule of law as well as on protection and safeguarding human rights thank you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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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k you Ms. Munch OK 这些汇照在外国 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个基本上的看法 是非常不合理地被拘捕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都需要大家高度关注 当然国家已经用国家的层面有出面 这是一个外交的层面 但首先我们香港作为法律界 普通法这些是显而易见的 其实一年班的法律是学生 都已经知道加拿大对待孟女士的做法 很多已经不符合普通法 最基本的原则 如果跟着熟悉国际法的 刚才说过很多概念 根本没可能是一个国家自己国内的法 適用在另一个公民 然后再叫第三个去拘捕人 我们不管美加的关系有多好 如果大家肯用法律、法治 和国际的秩序去维持我们国际社会的安宁 真的加拿大政府要立马 为什么我们真的不希望这个 经过了几十年大家建立的国际社会的 这么和谐的秩序 因为这个案件之后 有很多事情都变得不确定 所以在这方面 我觉得现在全球化 大家都很自由地出入 我们真的不希望一个案件 因为其他两个国家自己之间的政治角力 而牵涉到一大批的国家 全部牵连在里面 我觉得我们不希望是这样 所以我们都是充心希望加拿大 尽快妥善解决问题 多谢 非常好 OK 谢谢 谢谢 谢谢